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还是一个反弹 是刚好指数是站上季线 但是这个早就可以预测 因为我上礼拜就跟你讲过了 我们先看这个J档 J档站上季线三天了 而且它又有除息 这边又有除息1.8 这边又有除息一次1.8 这季线三天 这个是50档股票的成分股 50档股票 50档股票就是这个 50档股票 0.50 就是0050 这是50档股票 这50档股票 你那边买起来 前置股 你比较 比较出名的就是台积电 第一名的 第二名第三名这两档股票 前几名的 这几名都摆得到 前十名都摆得到 这两档股票都大档了 还有你的最爱中华电信 这也是啊 你会啊 你会买这不去的 这也不能这么说 不去也不得了 这是定存股 很多人也买这种 中华电信这种股票来 来定存 这我都不建议 我没有在建议什么定存的 定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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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没有在常理投资 这也是啊 这都可以成分股 这也是啊 大档的 大档高档 所以0050已经占上三天 还要讨论季限会不会占上去 因为你自己想看看 0050占上去 就比较是说这占上去 那电子股是不是上礼拜五 就占上去季限了 这是它的关系啊 金融国也是炸得站上去线啊 金融股啊 这一波金融股是连结美国的嘛 美国的金融股涨很多 美国的金融股这一波涨很多 美国银行 牧根大通啊 高盛啊等等啊 夸奇银行啊 富国银行啊 所以金融股 我们台湾的金融股涨 叫做合情合理 你不用觉得奇怪 都是要美国联动的 当然很多人认为说 我们台湾的股票跟美国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就没关系 我也不想争辩这个 我说百分之一百有关系 你这没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嘛 无所谓啦 随便啦 就是有关系啊 怎么没有关系 我们的股票外出要40% 怎么没有关系 它股票很多啊 它股票就把我们买下去 我们就倒掉了 就跟他倒本数的同样了 怎么没有关系呢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 你不要一直讲基本面很好 因为外国人要买股票 它不可能不知道基本面很好啊 它怎么可能不知道基本面很好呢 但是因为它系统性的风险 它资金的配置 股债的配置 美国股市如果再跌 它必须要做这个动作 再怎么好它都要把它卖掉 投信也是这样啊 你看投信前一阵子不是卖那些ABF宅板 卖很多吗 最近不是都一直补回来的吗 那你说投信为什么会卖的低点 然后补的高点 操作股票本来就是这样做啊 那是你不办而已 我给你加过多少钱多便啊 股票就是这样做啊 本来就要追高啊 那你不知道而已啊 你不知道而已啊 就是这样啊 我们买的股票今天买是 为了明天赚钱不是为了过去啊 不是为了昨天以前的事情啊 今天买明天可以赚钱就可以了 所以你不要去一直讲人家说 在追高杀低 人家就对啊 你不对啊 讲一个简单的就好了啦 这个啦 你说他把它卖下来要买上来 今天也买不少啦 怎样不行是不是 可以啊 有本事你也学他嘛 他把他卖一卖 就是因为他卖才会跌啊 不是跌下来他才卖 是他卖才会跌 是这个东西先这个东西后 他买了才会涨 不是他涨他才买 是这个先这个后 那你现在他这边有 你说投信卖到最低点 卖到最低点 然后现在又开始 今天又买了 不行吗 很多人都不了解 以为说投信做错 他没有错 我可以跟你讲一个实话 那是因为你不懂 你知道投信有几家吗 你知道投信的基金有几 投信公司有几家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对吧 你不知道嘛 他不是一间 他是39间 39家公司 那你知道他们发行的股票基金 国内的投资国内 也有投资国内的 也有投资国外的 海外的 也有投资债券的 也有投资货币的 也有投资股债都有的 也有货币股债 股票 然后货币都有的 三种都有的 那我讲单纯 最单纯的 只有投资 台湾的1750档股票 为标的的 这个基金有几档 你知不知道几档 你不知道嘛 不知道还要批评 你知不知道几档 我对这个要投资 你都不要投资 有150档 150档下面意思 表示有150个人 150档就是 因为有些投信的经理人 比较厉害 他可能负责两档到三档 那基本上 我当作每一档基金都有一个经理人 基金经理人 他就有150个 那这个150个 他对于某一些 他对于股票的操作 他想要买 他想要卖 是不是不会受到其他人的干扰 39家公司发行了150档基金 动作怎么可能会一样 就像你跟你的朋友在做股票 难道有一样吗 你要买他要卖不行吗 所以我要跟你讲 这个卖超 跟这边的买超是没有关系的 你不要一直弄错 这边买的人跟这边卖的人是 不同的 不像人 他们只是150档基金 加加种种合起来才会形成一个买超卖超 外资也是这样 所以不要老是讲外资什么认错回补 什么讲一套收一套 这个都没有尝试才会这样讲 外资怎么哪里有讲一套收一套 外资那个sale by的那个报告 又不是他在下单的 包括有两种 一种sale by 一种by side 一种sale side 这不是在卖人 sale side 你知道吗 卖方的报告 那是外资的分析师 他建议你这样做 你可以不要做 你可以不理他 甚至对做也可以 所以外资根本没有讲一套收一套 是讲的人跟做的人不一样的人 是他的客户在下单 他会客户 你也是有可能是外资的客户 你如果在外资的证件公司开火头 你也是他会客户 怎么会讲一套收一套 讲的人跟做的人又不一样的人 怎么会收一套 没水准这些都这样说 不百会 我会跟你说 意思是说 補票他买掉 他有东西的理由 买補票的理由 跟这都同样 他现在補票开始 我说这买掉 他会开始補起来 他会开始回复回来 就以这三党宅板 之前被打得最惨的 这三党宅板 你会怎样说 奇怪外资怎么卖了以后又买回来呢 不行吗 不可以吗 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这个叫操作 当然可以啊 为什么不行 就像现在这个啊 这跌下去啊 这跌下去 那你可能这边卖掉 这边买回来 或是这边卖掉 这边买回来不行吗 难道你这边卖掉以后 永远都不要买了吗 可以啊 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说 一档股票的操作 不是只有讲基本面的问题 我们所知道的基本面 投信经理人 外资的这些操盘手 比我们都还清楚 国安基金这些操盘手 也都比我们还清楚 不要假的 不要以为自己最厉害了 别人比你还厉害 别人要卖股票 不是他不懂 不是他不懂 他可能卖着这个股票 去买那个股票 因为他资金只有一套啊 不像很多投资朋友 很多分析师他股票可以买1000档 他每一天都买有涨停板 像IC设计局现在都起起来 10基都有啦 那个IC设计局百几基呢 你的股票可能百几基都买到 那都在骗人啊 何必骗呢 我们是散户 我们买个35档股票 已经很多了吧 我们又不是基金 你的投信基金 也是买350档而已啊 他们这几个百亿 几个十亿在操盟 你怎么有几个百亿 你买一百亿股票要做什么 你一支股票买一顶啊 还是买半顶 别太骗嘛 所以如果说今天我要解盘 我要表演涨停板 很简单嘛 我每天叫我会员买 我所有股票 交易所股票都买得起来啊 千几基都买得起来 都在我手上嘛 我每天都讲涨停板的 大家也有涨停板的人说啊 不管起到都有涨停板嘛 这市场里面都有涨停板的股票 人们说啊 人们要做节目这样做很简单的啦 对你没帮助啦 你也买不起这么多股票啦 如果你买得起的话 要每一档股票是买一张是不是 还是半张 不可能嘛 真正的操作不是这样操作嘛 就像投信在操作 他也不可能买1700多档股票啊 你了解吗 我跟你说过像这种股票啦 他们买去 人股票不可能英文放掉的 他买上去他就是要卖了啦 今天也是卖啦 他买上去他目的 他赚了钱他就要跑了啦 今天也是卖啦 基本上啦 这一档我不知道 这一档我知道有卖啦 那这一档股票跟这一档股票都是 这些股票都是投信高持股的股票啊 对不对 可是他为什么要卖中壘 为什么要卖智益 难道他们两档很烂吗 不是啊 很烂他还买 你买这一档股票就不对了啦 这一件这起到这儿来啦 你不应该买在这儿啦 人们说真的啦 这一档股票是反弹盘 反弹盘就不是多头盘 不是多头盘 股票会轮来轮去 会跳来跳去 今天有可能涨网通股 明天可能又涨到IC设计股 又有可能涨到钢铁股 或是纺织股或是金融股 不一定 所以你不要把它当成多头市场 这是空头市场的反弹 了解我意思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见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追求梦想 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携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 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好了 真实的绩效是要有策略的 不是在那边 補修在那里 掌天板 那没效 你买股票 买100支200支 每天买 那掌天板没效 自己骗自己 你也没钱买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那我做节目 我跟你讲的股票 我是不是先跟你公开 那我的股票 有很多档 有每天都在买股票 来表演吗 没有 像最近的IC设计股 涨了很多 你看 我也没有说 我也没有说 这档我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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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档通通都 每一档我通通都有 通通都有 每一档都有 全部都买 每一档都买 我也没这样说 是不是 IC设计股 有百多支 我的股票 我们不可能全买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我买这个 我做这个 这个也没最厉害 但是我就探钱就好了 你说 老师你怎么不买这支 怎么不买这支 这支怎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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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支你怎么没有 这支你怎么没有 这支怎么没有 我干脆就买穿多支就好了 每支都有 你了解 这档股票我也不是跟你讲 我也来除息 老师 这边呢 这是你买的 你不能说我 不好意思 这你买的 这你买的 这都你买的 你拉回涨买一点 要输快一点 我买这 我买来除息 我这里买 186.5我买 另外我买 我告诉你 这利空回撤 就是标题讲的 利空回撤 我买这 143 145 到这里 我们再来 这样还去25% 这边去30% 我们这些是做差跌 做价差 我们不要回去倒注 我们一支股票 坚10% 20% 甚至运气好 赚30% 50% 这样 不掉 回撤再来买 或者是换股操作 这个就是我要跟你讲的 解套坡的行情 就是这样做 做解套就是这样做 绝对不可以长期投资 因为这有可能 又破坏 你了解的意思吗 因为这空投 你现在业资格不得多好 你也知道下半年 大家都衰退 这个不用在我就讲 我不是厂长讲 那个敦泰吗 那我这个你看 我这个是 那新唐也是一样 我不是说这边要先卖吗 这边 那我赚钱卖掉了 赚钱卖掉 然后回来 我还不是买最低 买109 那是现在跑到127 那你说老师 我这个 要不要常理投资 我不要 我随时我还不能够 像这个股票 投信最近不是在回补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呢 我买502 这是最 这个是最优秀的IP股 可是它 因为它现行最漂亮 可是它涨的速度幅度 却没有 它们厉害 因为它们跌的比较多 金星科 或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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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啊 对不对 这支 所以 我们今天也把它卖掉了 賺了 賺了十幾% 也没掉 那不是不好 怎么可能不好呢 不好 我们还买 我们是换股炒作 我们换了另外一档高价股 較高价位的高价股 我这边都有讲 会员也知道是哪一档 把它买掉 今天把它卖掉 至少可以卖到572以上 知道为什么 那我再回到讲到 我IC设计股是这样 一两百档 一档三档 两三档去那里做就好了 不能够厚 每档都有啦 别骗了 对吧 那你说老师这支呢 这支最明显 这间公司 我跟你说 后半年可能要了解 明年可能也要了解 你都看这个 你都说这个EPS很好 很厉害 都不知道它的营收在退 这个啊 121的营收变6月 这库存一两季 两三季都消化不了 那层口都全都库存 而且价格还降低 我前面就跟你说过 说这不可以回去倒出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啦 跌了七八成以后 好 大家这里看看啦 说营收变啦 营收变啦 营收变 营收变就给它放肯了 你看看啦 这支股票 那时候已经七百块钱 再给它放肯 又有万几顶的肯定了 那车子 那车子也要万几顶嘛 冯件也要万几顶啦 阿这 我对这��几顶 康存我都有幸福的了 我我就有攻过了 我就很有幸福的了 我才有攻过了 所以我就帶他去買6.72、6.78 現在賺了這樣 今天給他先賣一半 老師你怎麼看好要先賣一半 不行嗎 有規定嗎 有規定我不能先賣一半嗎 不行嗎 可以啊 我在看過隨才人家的 我做 我不可能看好燈泰 這醫藥也變低價股 有啦 因為這錢越貪越舊毛利 可能會變成虧錢的公司你知道嗎 就像友達之前大家不是這樣 說友達越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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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達現在不是現在開的時候賠錢了嘛 但是賠錢他利空出境他不會 他會反彈坡啊 你不能說他因為你看到財報說賠錢了 你就給他放空 這樣不對嘛 就像敦泰 那利空都知道了啊 我們早就知道了 所以我們給他做多嘛 青菜坦都有嘛 看不到一半 了解了 敦泰啦 IC設計庫就這樣 如果你說你不是講說以後 我當網通局你現在做均勞在買嗎 對啊 那為什麼還不公開呢 因為 我有在想 如果騎天板 我就公開給你們知道了 如果沒有騎天板 你要多讓他漲幾天 我會員成本拉開 我再來公開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 保證不是這一檔 因為投資都開始在賣啦 他在賣這種股票 在賣我們那檔股票 這啦 這都是網通局最出名的 賣你的 這你的啦 這賣他的股票 他在賣這個啦 他在賣這個啦 賣這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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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啦 我沒有說一定啦 這個都是高持股的 投資高持股的 智邦啦 這你都聽到可以賣了 還有這個啦 聯亞啦 這光牽股也算是網通局 你看喔 聯亞 聯亞啦 投資都 賣就是要賣 賣就是要賣 你就記得就對了 賣就是要賣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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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藥幣 沒有藥幣 投資金也沒有藥幣 投資金也沒有藥幣 我剛剛講的那幾檔 網通股都是最夯的股票嘛 投資金 都在獲利啦 那獲利幹嘛 他在買一檔 新的 他在買一檔 你知道哪一支月 月完都會知道 我上禮拜我就買了 都慢慢蓋 慢慢蓋 拜時慢慢蓋一點點 拜五蓋一點點 拜一蓋一點點 慢慢蓋 突然間就變大蓋 我說過了 不要再說基本面 六支股票基本面都很好 這是最重要 為什麼講到錢 投信是獲利這個股票 他會搬過來買這個股票 這是操作 就像我剛剛跟你講的宅板 他賣掉還不是又買 他賣掉了什麼 智元 譬如說他之前買了新唐 賣了新唐 智元 不是又買回來的 開始又在買 新興那個還不是一樣 你知道幹嘛 這個是解套波 就是康陶 這就是康陶 股票我們現在台灣是康陶市場 你要賣掉 叫康陶市場 康陶市場 我們做解套波 解套波上去以後 你這個中間過程 你就是換股操作 價差操作 調整股票 然後他反彈 一直反彈上去 你就 越反彈越賣 越反彈一直賣 一直賣 一直賣 我不是康陶 我是康陶 我帶你做一套波 你千萬不要長期投資 不要說我沒跟你講 你今天看到長榮洋語就知道 基本面很好不好 不用跟我說 交流還有Telegram 193008 股票不是基本面很好可以改水 股票是技術面很好較好 了解嗎 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明天見 明天見